我看到花庭消息的時候 很開心 這是昨天的消息 有一個人 我也忍不住笑 叫做劉彥波 波哥很厲害 他是無業的 他在粉嶺雍成的街市 買叉燒 他說一定要肥叉 我要肥叉 回到家就是收叉 我很生氣 我和你斬 他生氣得要把刀回去 哈哈哈哈 然後兩個大打出手 然後有個湯鶴 那個頭 湯鶴黑你的頭 然後 波哥 頭部流血 兩個男子 都被捕 控以商人有意圖 和商人 及管有攻擊性武器 這麼多條罪 昨天在粉嶺財判法院提堂 提堂 很快 不需要特別 我們遲些會再密切 這件事很有趣 因為財判官就按控告要求 將案件顏頭到6月27日再審訊 這件事已經好笑了 他們說買叉燒也可以拿去砍人 對 其實香港的社會 是不太正常 很多人很吵 很吵 你去吃叉燒 其實去砍什麼給你都不用 指明 其實我沒有 我隨緣的 20元叉燒 肥瘦我根本都不理 我叫你砍叉燒 你砍叉燒就可以了 而且我們這些人 都算是會做人 叫人們砍叉燒 很有禮貌的 麻煩前麻煩後 一定是 麻煩前麻煩後 還要英俊前美女後 一定是 英俊幫我砍好一點 要肥的麻煩 麻煩 通常你個人 你是這樣跟別人說話 通常你拿回來的結果 都是自己高興的 其實就是 人家都砍得開心一點 對著桌子 其實一天砍這麼多叉燒 其實這份工作很悶 真的 如果你還遇上一個很晦氣的人 還要這麼多要求 你還要做的 在樓上加個樓 很正常 因為上班已經很辛苦 還要有怨氣地上班 剛才很好笑 不是怪怪 這是強詐人意 哈哈哈哈 喜歡聊天 不合心水 最多下次不光顧 其實你個人的要求 有要求不是不好 我講真的 人人都應該對自己有要求 但你對人的要求 其實我自己經常都是這樣說 對別人的要求 最好不要那麼高 對自己的要求高一點 沒問題的 你對別人的要求很高 龍眼妹就說 柴灣遊雞 昨晚到我熟了 要吃什麼都行 她知道龍眼哥 吃就給雞給我給 知道我吃就給雞翼雞背 其實你跟一間燒臘店 其實都是要熟一點 如果你經常都是吃燒臘的人 是不是 熟一點 是啊 熟一點 禮貌一點 我跟台陽以前很多時候都去那間吃東西 現在當然少了 因為疫情之後 我的生活習慣改變了 而且他現在加了價錢 加到很貴 很貴啊 一個福建炒飯都八二元港幣 你說要八二元港幣 一個福建炒飯 我當然是不去吃 我自己賺不到這樣的錢 台陽是可以的 我只見到這麼貴才不吃 哈哈哈哈 有穩米進去 哈哈哈哈 以前我們去的時候都是吃燒臘飯 台陽就是豆腐火腩 那些東西 是啊 炒一些好東西出來 炒一些好東西出來 但也很有禮貌 我們不該前不該後 不該 你家說得對 對人客氣 別人都會對你客氣一點 其實事實上 對可以有好處 對你覺得自己有兩個錢 已經很大的 對人家也譬如客氣 別人服用你也會開心點 服務也好一點 對你有好處 其實對你也有好處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就是這樣說 這次是奇案 其實說真的 真的是奇案 奇案 哈哈哈哈 拿一把刀去找一個砍叉燒的大佬 理論你找刀去 你是不是傻的? 人家那把刀比你那把 還有人家是日斬夜斬的 你是不是傻的? 如果他回家發現叉燒是不適合心碎的 你就回去跟他說 我說要肥叉就給我一個瘦叉 你有禮貌地說 我已經很久都沒有油水倒吐了 失了葉很久了 結果現在最嚴重的 兩個人都糟糕了 那個廚師也是 拿一個湯殼去撐人 那就糟糕了 結果被告第一個是無業的劉彥波 第二就是陳錦雄 陳錦雄不是做這個世界公平嗎? 不是那個 他的熊字是英雄的熊 不是那個 他是廚師 首被告出庭的時候 頭部貼了膠布 眼部就有乳傷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因為這件事很有趣 是在14日的時候發生的 他被控一項商人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 控罪說他在4月14日在粉嶺華明路22日 雍城縣街市一個店鋪外面 非法和惡意傷害陳錦雄 另外被控同地管有一把刀 意圖將他作為非法用途使用 現在當然 有乳傷的東西 說真的應該是撐了兩東西 我覺得他可能是自衛 但他的自衛可能太厲害了 所以才會被人告 所以你自衛也是要小心 只要有自衛是制服人的 不可以把人家整個頭都是乳傷 好了 陳錦雄的廚師就是 有一項意圖 有意圖傷人和管有攻擊性武器 但是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應該是告不入的 因為他有個湯學在那裡 那些燒鴨汁那些就很正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自己猜是告不入的 我儲錢的看法就是這些 稍後我們有發來聽新聞的時候再說 那 控罪就說他在同日同地 意圖使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非法 和惡意傷害劉彥波 他亦被控同日同地沒有合法權限 或者合理解釋 唯有一個金屬劏場 這個劏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被告了一下 哎呀真是 沒合理解釋 那兩個被告就是400和500保釋 不可以離開香港 居住報清住所住址 每週去警署報道三次 不能夠接觸對方 首被告不能夠直接或者間接接觸控方證人 以及不能夠踏足涉案街市 街市都不行 有禁制了 沒有叉燒吃了 對 那次被告就不可以和控方證人討論案情 你說是不是搞到嚴重 你一牽涉到官府 就很多事情都是很麻煩的 唉 吃見叉燒而已 要不搞成這樣 哈哈 是啊 禁燥為蜜 對吧 因為他是廚師 他應該不是老闆 我斷猜不是老闆 應該不是老闆 如果他斬了叉燒不對 你就回去跟我老闆說 不好意思 對不起 你要換回去 看看老闆能不能換給你 對吧 那Rosselman就說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叉燒吃 是啊 如果是我就覺得很慘 那Rosselman就說 神經病 為叉燒而坐牢 這件事是狠狠到沒有朋友 這件事是 會不會要坐牢呢 我就覺得不會 因為坐牢其實是益了那個無業男子 我相信是 某程度上會益了他 哈哈 因為有免費飯吃 有雞翼 有橙 哈哈哈 Rosselman說去赤柱沒有叉燒吃 去赤柱有雞翼 還有雞翼 還有雞腿 哈哈哈哈 這個好笑 瓜瓜又是外賣 對 他是外賣 但是現在不准入那個街市 那Millay Farm又今天去 港島南區那間 什麼什麼點心的人 服務態度很差 喝茶都很受氣 其實這個也要說 香港飲食業 2019年已經很慘了 我告訴大家 我自己 當然有在香港和朋友去打火鍋 喝茶那些東西 一定有的 但是你要看看一間道鄉這麼大間 我一次去打火鍋 我都要說一下 哪一間 打火鍋 那裡那個樓面只有兩個人 晚上打火鍋 只有兩個人在那裡 其實只有兩個人在那裡做 嚴格來說 你說他可以幾好態度 對你 他自己也是很辛苦 去到一個臨界點那裡工作 其實已經去到很辛苦 由早上做動蠻 不斷收拾 不斷收拾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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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食品 叫菜 叫菜 通常是叫那些 因為他是打火鍋的 那些任吃的 低檔打火鍋 他人手這麼少的時候 你是否可以 聲大大去抹擦人呢 我就看到旁邊的桌子 有人是這樣 我也覺得瘋狂的 你怎麼搞錯 快點啊 說真的 香港人的怨氣和怒氣程度 是很厲害的 我都呆了 看到 不是吧 很小事而已 所以我很反對這些 小小事就化到無限大的人 其實 為什麼我們經常叫人 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 特區政府都跟著來做 大家都跟著來做 大家都好 為什麼我們經常這樣說 就是因為 很簡單 你聲大大去小爆人 好聲好氣跟別人說 其實那個結果 可能也是一樣的 你要拿到那些東西回來 其實是一樣的 他不會加料的 說真的 我又不相信大企業的人 他會隨便扔口水 我就覺得不會加料的 因為他都沒有時間加料 太忙了 你小爆他 跟你叫他慢慢幫你拿 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那些東西都會來到你面前 那你不要聲好氣跟別人說 為什麼 就像那些政棍奇落落 很簡單 你有建議給政府 你要罵爆特區政府的嗎 其實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經常說 罵爆沒用 你罵是要言之有物 你基於有事實根據的 因為你提出的建議 是行得通的 一定要 一定有些界線的 你的行為標準是 對不對 那我們也是 我們就是 如果那些東西不對 譬如我們退開那間 有送禮湯 譬如那些禮湯很多骨 不喜歡 你叫他拔過煲 那你都很聲很氣跟他說 是不是 台仰 一般都是 還有那個禮湯有時候沒有的 忘記拿上來 你都說有沒有禮湯 就是有禮貌去問人 對不對 當然 你沒有禮貌去問人 你一開始就已經吃虧了 說真的 我的看法就是 是不是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你好大家好 我們是真的做的 阿旦的朋友也很感謝你的支持 潘哈就是很多潛藏精神病人 你說是不是精神病 我也不敢說 但是 有些是跟做人態度有關係的